你告诉我什么叫沙发客 我还真不知道 我给你查查百度吧 对对对 沙发客 对 百度上有 这百度上说了 沙发客顾名思义 就是睡在沙发上的客人 其实现在对沙发客有一种偏见 就是认为人家是来蹭吃蹭喝的 其实不然 这是一种生活态度 明白了吧 中心思想我明白了 蹭吃蹭喝 就是爸 你咋的 你要到谁家里去睡沙发去 我上谁家睡沙发 是有人垫地上咱们家这个沙发了 谁呀 小米粒招来的 话呀 这个事我得严肃的跟你谈谈了 这个小米粒越长越不像话了 是 这么大的事 为什么不先跟我说呢 然后我再告诉你 然后你再告诉我妈呀 他还嫌咱俩累 什么情况这是 你说这现在这人 你要不你就在家好好待着 你要旅游你就好好旅游 你跑别人家住什么沙发呀你 人家知道你是谁呀 放心嘛 你人家认识你的好人坏人吗你这是 爸呀 我估计这是一个新鲜事物 不过也没什么可担心的 你说咱们家有咱们两个大老爷们呢 怕啥呀 哎呀再说 人家就是来睡咱们家这个沙发 就咱家这破沙发睡去呗 你起来 什么呀你说什么呢你 你把你来眼睛睁开来 你使劲睁睁大点 你看看咱们家这个客厅你怀视一下 还破沙发 沙发 是咱们整个客厅里的地标型建筑 在家里的位置 仅次于床 沙发一失守 整个客厅就沦陷了 他势必要切断我们家 卧房与卧房 卧房与厨房 厨房与卫生间 卧房与阳台 爸爸爸你回来吧 干啥呀 把他让他们给闹窝窝了 你就 你就不全乱了吗 你说这个沙发客在这里 把东西弄乱了 谁找 把东西弄丢了 谁赔 这个沙发客要是在这里 他病了 谁负责 沙发客 不还得我负责吗 哎呦爸 经过你这么一说呀 高屋建岭啊 你这啥时候学的啊 我六岁年就上房淘家桥 房与上学的啊 不是你是 我这越想越害怕 你想一想啊 早上起来咱们一睁眼 客厅里突然出现一个陌生人 你不知道他从哪里来 也不知道他到哪里去 你不知道他是南来的北往的中国的外国 那是不同颜色的皮肤 说话完全听不懂 伺候不好还爱骂 来了你的还好办 男的还得传闲话 干不尴尬 干不尴尬 小女生将来怎么嫁 怎么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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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